欢迎回到青青排老会不老传说 英国的威廉王子大婚 在十万八千里外的中国 已引起了热烈的围观 像咱们都习惯了 婚车嘛 不是汉嘛 就是宝马 愣不定看人家用吃草的嘛 这感觉英国油价是又涨了 而且啊 这马车队伍一路下来 连个红灯都不闯 也不像义乌 那得有豪华的警车去开道 也没有 这一点都显不出这个皇家气魄吧 英国王室公开承认了 办成这样 还真是因为差点钱 女王表示 虽然每张英镑上面都有哀家的照片 但当初签约代言的时候 没想到说代言费的问题 失误失误 本来想请奥巴马萨克奇过来撑撑场面的 但是人家的安保费用太高了 给不起 那给二位发个网址 您在家里边上凤凰网看转播吧 威廉弥补形象显得大气一点 这个威廉凯特小两口还是很有办法的 凯特呢 请了两位前男友出席婚礼 而威廉王子呢 更是一口气 是把四个还是五个前女友给他来个齐聚一堂 打造和谐婚礼 大气呀 大气都凝结了 那一刻我等看客在瞬间中实化 不是不是 在瞬间中实化 小两口还决定 今年结婚不收礼 收礼只收慈善金 还成立了威廉和凯特慈善礼物基金 如果收到礼物 马上去套现 为什么他们如此抗拒礼物呢 那是因为有些宾客 实在是太不会送礼了 南太平洋上 有小岛国 叫做纽埃 曾经是日不落帝国 众多殖民地之一 现在的国家元首那篮上面填的 还是伊丽莎白二世 这个岛国 想用发行纪念邮票的方式来献礼 就设计了这么一张震怒宗主国的邮票 各位好好瞧瞧吧 这中间的这个邮票齿孔啊 刚好 你看 把这俩人给拆散了 这撕开两人之后 两张邮票可以单独使用 威廉价值三块四毛钱 凯特价值两块四毛钱 劳烟纷飞之后 跟价不同啊 还要注定寄到不同的地方 这个用心太险恶了 要知道 各位看看这张 当年查尔斯跟戴安娜结婚的时候 澳大利亚发行的纪念邮票 只是印了他们俩的脸 面向不同方向 就已经把他们诅咒到那般田地 如今这张分居的邮票 让英国王室清何以堪呢 其实啊 表面风光 内心挣扎的 又岂止是英国王室 今天的不老传书 咱们就去探秘 王室婚姻那些事 王室婚姻 常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 而其中灰姑娘的故事 又特别令人羡慕 丹麦是最有理由诞生灰姑娘的国度 约阿西姆王子 娶了一位财貌双全的平民王妃 文雅丽 这位中英混血的高智商王妃 只用了三百个小时 就学会了丹麦语 无奈 这位王子还是个party王子 很快就一情别恋 而王妃也改嫁了 比自己小十五岁的摄影师 重归平民生活 而丹麦的邻国挪威 则有加强版的超级灰姑娘 他们的平民王妃 梅特玛格丽特 是个没上过大学的未婚妈妈 吸过毒 夜总会里做过舞女 认识王储的时候 正在餐馆做服务员 王室大婚时 梅特就带着自己四岁的私生子 还收到了孩子的毒贩父亲 从监狱发来的贺信贺电 灰姑娘 不好做 但王室内部通婚 更是一笔心酸史 日本皇室和古埃及一样 为了防止平民戏毒皇室血统 而不惜乱伦 皇子和亲姐姐 亲妹妹 甚至亲姑姑结婚的情况 都是略于见不鲜呀 而近亲相间 更是频繁发生 以至于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空内 皇子见到皇室女性的时候 总是会犯迷惑 我是该叫她姐姐呢 还是叫姑姑呢 还是应该直接把她扑倒呢 日本皇室的这种情况 直到近代科学证明 近亲结婚的危害后 才有所改变 毕竟 谁也不想像威廉王子那样 青年就谢顶了 虽说嫁入王室 是福是祸还很难讲 但女生对公主梦 总是难以抗拒的 当年威廉王子准备到 圣安德鲁斯大学 就读的消息 刚一放出来 申请到这所 常年招不到学生的 苏格兰老校的人数 激增40% of course 几乎都是女生 其实何必呢 我们中华女子 就是能顶半边天 就不像她们这样没出息 这边找男朋友 去哪 不去大学 上MBA EMBA 还有9BA 9BA是什么 BA就是bar 9BA就是酒bar 明朝的时候 明太祖朱元璋 为后世子孙 立下了一个规矩 皇后要出自民间 这间地 一看就是研究过 优生优育学的 但朱元璋的这项 亲民政策 在执行的时候 却成了绕民 每当官吏 大肆征选 13至16岁未婚少女 这民间就鸡飞狗跳 乱成一国粥了 不乐意应选的 我哭 舍不得离开父母 和情郎的 干脆是偷核上吊 我死给你们看 这么抗拒 当然有原因了 一呢 皇上 三宫六院 七少妃 美女如云 这里边超过90% 她一辈子都没机会被林姓 成功概率太低 第二呢 经济考量 皇帝对皇后的彩礼 那动辄是千两黄金 万两白银 那大手笔厚礼 但是这个普通公寓的 家庭补助金 少得可怜呀 还不如把闺女留在家里边种白菜呢 中国古代皇帝婚事 民间先烦了 皇宫里边就更忙了 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皇帝的性教育问题 中国的皇帝 太子 一般13到17岁的时候 就得打婚了 当时那个条件吧 也没有什么AV 育肚团什么的 而在宫里唯一合法的真人版 他还是太子的父亲亲自上演的 这个不变观摩吧 所以在此之前 必须有专人进行性启蒙教育 据这个万历野货边记载 明代紫禁城之中 供奉的欢喜佛 就是对皇太子 还有这个小皇帝 进行性启蒙教育的教学工具 欢喜佛 你看这是男女合一的佛像 呈拥抱状 佛身上面呢 往往还有机关 他可以控制这个男女的私处 这一按机关 这个佛呀 他这个交合之状 这种教育 既严肃认真 又生存活泼 既传授理论知识 又展示操作方法 好 这观摩完毕 他怎么也得学以致用 是不是 就必须要理论联系实践 后宫里边有些宫女 有四种角色 一个叫私仪 私门 私寝 和私障 这四种宫女 其实就是小皇帝的性实习老师 专供小皇帝去临性的 这几个老师 要求三年以上 三年或三年以上 性工作经验 耐心细致 表达沟通能力强 本地活口优先 一旦录用 按月领工资 不用再做其他的杂活 一般宫女轮不上的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 私仪 原来是这个 这个职称的历史 如此渊源流长 直到现在 你看 这个婚礼上 私仪还是逼不可笑的角色 这个小的曾经也干过私仪 这个汉 中国历史上最蠢的皇帝是谁 晋惠帝司马中 十三岁举行大婚 他爸爸晋武帝司马炎 知道自己儿子傻 就派私仪 私仪 这么别扭了 就派着私仪 专门指导一下这个傻皇帝 婚前指导 没想到这条教育体制 非常到位 这个傻皇帝司马中 一炮就会打中了 把指导老师的肚子给搞大了 司马中虽傻 不过常言道 上帝在给你关上门的时候 还会打开一道窗 世界是公平的 认了吧 根据礼记的规定 这结婚的时候要分六步走 纳采 问明 纳吉 纳征 告妻 亲迎 翻译一下 就是先带着礼物去女方家探探口风 然后呢 生辰八字 星座雪行什么的 接下来就下篇书 择日成亲子 这个宋朝的成诸礼学呀 对礼记是很推崇的 皇帝自然也是要做出表率 照着全座 这里边最坑人的是骂 就是见面礼 见面礼不是送钱那么简单呀 什么是最好的提亲见面礼呢 古代专家告诉我们是 大雁 因为这个大雁飞行的时候 你看一会排成一字形 一会排成人字形 但是领头的永远是那只雄雁 这个雌雁跟雄雁呢 就追随其后 从来不敢抄过去 象征着婚后啊 就要夫唱夫嘴 一切跟着老公走了 此外 大雁一旦有的革命伴侣啊 绝对是死心塌地 至死不渝 所以出去提亲的人啊 必须手捧大雁 鸟人合体 他何其壮灾呀 等到那个性教育启蒙好了 这个鸟人提亲 他也成功了 就会入洞房了吧 且慢 还有讲究呢 娶皇后进宫啊 要从这个大清门抬进来 来去故宫 大家知道 这个经过五门之后 直至后宫的洞房 但如果是嫔妃进宫 这不是皇后啊 嫔妃啊 只能走紫禁城的后门啊 神武门 这个晚清的天后啊 慈禧太后阁下啊 就是以秀女的身份被选进宫的 她就没走过大清门 后门来的啊 这就成了她心头一生的痛 后来慈禧的儿媳妇啊 就同志帝的皇后就因为一句话啊 奴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 哇 那慈禧的火啊 叉叉叉叉叉 都不是慈禧的 是慈火啊 直接就给给他赐死了 皇帝和皇后的大婚 虽然没有这个闹洞房 民间的这种规矩 没有 但是各种礼节啊 比闹洞房还折腾 据新唐书 李月志八 卷十八皇帝纳皇后的记载 皇帝皇后入洞房后呢 要先祭拜神灵啊 分别要向天地还有祖宗啊 分别表达敬意 这每祭一个啊 新人就要吃一次饭啊 凑在一起吃 就吃这么一堆饭 这干什么呢 大概是希望达到保暖 私淫欲的效果 之后呢 新郎新娘就喝交杯酒啊 喝酒我们叫调情手段啊 等到这个情绪啊 调动就绪啊 到位了 皇帝呢就由宫女带进房间 脱下礼服 换上便装 而且皇后呢 你想结婚 你穿成什么样子 多复杂 不但要把身上这些复杂的礼服 慢慢脱掉 还得补补妆吧 啊 毕竟那会儿那化妆品 持久力也不足 忙活这么一天 这个 你说给皇帝下着了 麻烦大了啊 还得看待 但是皇后呢 他们不选择晚霜 而是选择了日霜护服系列 为什么呢 各位 祭拜的一晚上 天都亮了 屋外边搁的那大宴 都开始打名了 呃呃呃 您看 这皇家大婚 虽然关注度高 收视率高 可是给小两口折腾的 血压也高啊 按武侠片说就是 昨日一战 元气大声 闭门静养 咱别江湖吧 难怪 威廉和凯特 把这个蜜月 Honeymoon 搞成了secret moon 还是蜜月 蜜蜜月 去哪儿 木屋 已经是提升到了 国家安全机密的高度 这军情